根据价建理论,下类核种分子设为M,最易形成二具体,也就是M2 对于A选项而言,A选项为BF3 若以八语体理论来看的话 弗为7A组需要一个电子 弗为3A组可提供三个电子 刚好是 弗分别给3个弗各一个电子 而弗本身有6个电子 提供一颗给弗 因此对佛而言 每一个佛都满足了八语体 而对于弗而言 弗只有6个电子 若以八语体理论而言 弗6电子,因此它有一个空轨在这边 所以两个BF在一起 也就是两个空轨在一起 没办法形成间解 所以A选项不对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B选项 B为二氧化硫 两者皆为6A组的原子 这三个为二氧化硫的入乙式电子点试图 我们来看一下 对于这个电子点试图可以看到 氧6S6个电子 123456提供两个电子共用 而这地方123456并没有共用 凡是硫的两个电子借给氧用 因此这一根为配位共用加件 所以对氧而言 它的八个电子 其中两颗完全来自于硫 所以带有部分的负电 对硫而言带有部分的正电 一样对氧符合八语体 对硫的话我们速度看 12345678也是符合八语体 然而对中间这个形式而言 氧八个电子 硫八个电子 氧也是八个电子 但对中间硫而言 各提供两电子与氧形成间接 但对硫整外围所有电子而言 总共有1234567890 超过八语体 但对硫而言这是有可能的 因为它属于 第三周期的原子 因此 具有 3D 轨 御 所以 硫是可以超过八个电子 形成间接 然而对右边而言 这也是一样 这地方是形成配合工价件 不论是哪一个原子 都是八语的结构 因此不论是哪一种的结构式 都是可以互相公正 而对硫而言 不是八个电子 就是十个电子 因此没办法与另外一个硫形成共价件 所以对于 对于 对于 选项而言 一样 没办法形成 二具体分子 接着 C选项 N F3 蛋为5A组 佛为7A组 因此 佛 可以接受 蛋提供的一个电子 然后 蛋可接受三个佛所提供的一个电子 因此结构式 可以写成 对佛而言 1234567 1234567 1234567 对蛋而言 12345 无论是哪一个 佛 周围刚好是八个电子 而看一下蛋 蛋的话 周围也刚好是八个电子 所以 两个蛋跟蛋之间 都是八个电子 对八个电子 没办法形成见解 最后 第一选项 N O 2 蛋为5A组 佛为6A组 因此结构是 N N O 对养而言 123456 养123456 对蛋而言 12345 然而我们可以看一下 对蛋原子的话 总共有 总共有 1234567 7个电子 因此 它其中一个国语 只有一个电子 所以对两个 NO2而言 它两蛋刚好可以间接在一起 而形成 N N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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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2O4 双具体 所以答案为 D选项